你好 欢迎收看11月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宇慧 花莲县投入太平洋左岸 移居城市美轮绿网营造计划 荣获建筑界奥斯卡国家卓越建设奖金纸奖 台电花莲区宜宴处在今年年中也配合 要把七星潭四八高地 到台湾烟酒花莲酒厂后方 路段有50多只电感地下化 目前1.5公里路段已经全数完工了 重现辽阔的天际旋 花莲县推动太平洋左岸 移居城市美轮绿网营造计划 台电花莲区营业处配合将七星潭四八高地 至台湾烟酒花莲酒厂后方路段 50多只电感地下化 目前1.5公里路段已经全数完工 现场许正位在台电拆感仪式中 感谢台电公司协助 在电缆地下化之后 现在抬头只见天际线 没有电缆键 我们的道路建设的部分 其实都跟台电有非常非常大 紧密的合作关系 尤其是管道共管的部分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整个 重新铺设马路 以及施坐人行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台电以及海水 还有中华电信的官的相关单位来做横向的协调沟通 希望把公勤能够在一起来进行 第一个缩短公勤 另外也让我们的乡亲在影响最少的时间 我们把它完成道路建设 台电配合执行提升市容景观 花193线道 电感线路下地管路工程 耗资2000多万元 电力地下化工程复杂 1.5公里路段 共分两阶段施工 历经规划设 道路开挖申请 电力管路埋设 高低压 地下电缆布设 以及架空电缆 移杆渔除等等 那这条线道 基本上就剩下这一段 大概有1.5公里的地川 它感线还没有地下化 所以我们就配合 县政府建设处 美人立完的计划 就把这大概1.5公里的路段 就配合道路在施工的时候 一定把它地下化 那配合道路施工地下化 是一个效果最好的方式 因为这样对用路人的影响 会比较少 那地下化以后 就除了能够改善市场的景观以外 那另外对供电的可靠度 也会有提升 所以配合道路工程 它改进地下化 其实是对整体效果最好的方式 县长许真卫 感谢台电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付出 他表示 太平洋主案 一具城市美轮绿网营造计划 荣获建筑界奥斯卡 国家卓越建设奖金纸奖 而拆除水泥电杆 改成地下化蓝线 让人气道扑面与天际线景观 获得相当改善成效 重现辽阔的天际线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